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诱化教育的书法凯书入门小课堂 我是你们的书法老师林沐 这一期的书法小课堂主要是教大家基本的笔法 所谓笔法就是指用笔的方法 包括正确的指笔和运笔的方法 这一讲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书写所要用到的工具材料 说到工具材料想必大家都想到了书法的文房四宝 也就是笔墨至厌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书法里面的常见几种毛笔 首先我们根据笔毫的长短可以分为长锋、中锋和短锋 长锋的笔锋比较细长 储墨量比较多 利于书写草书、小传等 笔画比较幽长粘绵的字体 短毫的笔锋比较的短粗、容易控制 对于书写节奏短粗厚重、古谱的字体比较合适 而中锋的长度是介于两者之间比较适中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书体来选择合适的笔锋长短 另外根据笔毛弹性软弱可分为硬毫、软毫和尖毫 这个主要指毛笔的制作原料 硬毫的制作原料是兔毛、黄鼠狼毛等 软毫的制作原料主要是以羊毛、鸡毛为主 尖毫是由两种不同的毛发组合而成的毛笔 其中根据毛笔的制作原料 常用的一般有狼毫、羊毫和尖毫笔 那这三者有什么区别呢? 狼毫的弹性比较好 是用黄鼠狼毛制作而成的 颜色是呈黄色 我们写行书、楷书都使用这一种毛笔 羊毫是使用山羊的毛发制作而成的 比较柔软 颜色是呈白色 比较适合写立书、楷书等书体 写出来的字体自然中夹带着背意 而尖毫是两种不同的毛发组合而成的毛笔 软硬程度适中比较适合初学者 咱们在课堂上使用的就是一支尖毫笔 另外,毛笔也有大小之分 可以分为小楷笔、中楷笔和大楷笔 在选择毛笔的时候 我们遵循一个原则 大笔写大字 小笔写小字 去选择合适的毛笔就可以了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书法课堂上面使用的墨汁 墨汁我们平时使用的一般是伊德格的精致墨汁 平时练习一般都使用这一款墨汁 它的特点是墨迹黑亮 墨汁比较浓稠 胶性比较大 性价比比较高 价格不贵 适合大量的练习和一般的作品使用 其中伊德格旗下还有一款档次更高的产品 是云头燕墨汁 它的特点是墨迹光亮 弹墨表现力强 层次感丰富 浓淡五色 书写流利等特点 这两款墨汁相比较而言 云头燕墨汁的光亮程度更好 可以直接用来书写作品 另外我们在书写书法作品的时候 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在伊德格墨汁里面 加几滴宣和素墨配合使用 这样可以提高墨汁的黑亮度 宣和墨汁的特点是气味清香 颜色很黑 墨汁浓稠下面有沉淀颗粒物 待在使用之前需要稍微摇晃一下瓶身 我们写楷书的时候多使用比较浓的墨汁 使用浓墨 所以这里给大家推荐的几款墨汁 也是比较浓的墨汁 以及墨汁加黑的小技巧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纸张 书法里面平时练习用纸是使用毛边纸 市面上有手工毛边纸和机器毛边纸两种 我们推荐大家使用手工毛边纸 因为它的吸墨性更好 纸张的质感也更好 相比较而言机器毛边纸比较不吸墨 纸张更薄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书法里面我们书写 书法作品一般使用半身手轩纸 半身手轩纸是建于 身轩和熟轩之间的一种纸张 用来判断手轩和身轩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上面滴一滴水 水立马晕开的就是深轩 没有立马扩散和不再扩散的就是熟轩 半身手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它的吸墨性比较好 所以我们一般使用半身手轩纸来书写书法作品 深轩也可以用来书写书法作品 但是由于深轩容易晕开 所以大家要注意控水 其中深轩、熟轩和半身手不同的轩纸 都有不同的颜色款式的纸张 这些后期可以用来书写作品 丰富作品的格式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沉默工具 燕台是古时候研磨沉默的工具 但是由于我们现在很少自己磨墨 所以大家可以拿一个小碟子沉默就可以了 另外,写字还需要一些辅助工具 一块毛毡、笔戈和正纸 毛毡的作用主要是防止墨枝渗漏 笔戈是用来割放笔的小用具 正纸主要是用来压纸 防止纸张翘起的小用具 其中放笔的工具还有笔筒和笔罐 这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准备 以上就是我们书写用到的工具 下一个视频教大家如何纸笔 咱们下一讲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以看见 бу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